透過行動數位車上的視訊設備 篤南國小師生和美國在台協會人員進行連線 分享美國文化 讓小朋友覺得好新奇 篤南國小是天下雜誌希望閱讀計畫的長期合作對象之一 最新打造的希望閱讀行動數位車 巡迴台灣第一站來到篤南國小 車上的電腦和平板設備提供許多有聲書工學生閱讀 我覺得這個行動數位車來裡面有很多書可以給我看 然後並且會讓我學到很多的知識 然後進行連線的話可以讓我知道美國在 就是外國的人可以就是有怎麼樣的生活 然後還可以跟我們分享美國的故事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好的一個學習 我覺得這個經驗很特別 因為它可以讓我們再更增進一些知識 然後除了課份以外的知識還可以了解更多 然後之後還可以講這個故事給別人聽 這是天下雜誌派回我們輪迴的一個行動數位車 那主要是希望我們小朋友呢透過這個活動他能夠了解一些資訊搜尋的便利性 比如說透過平板網路 那這個美國在台協會這個王小姐他希望說第一次辦這種視訊活動 讓我們小朋友能夠知道美國了解美國 所以他介紹的是美國的重要節日 那透過小朋友的提問希望小朋友能夠促進我們兩國他可以對美國比較了解 賭南國小的學生真的很幸福 因為我們長期跟天下雜誌希望閱讀的夥伴 那讀十本書四十本七十本一百本 都各有不同的很特殊的獎品 那麼一百本呢還有一本很好的書籍 以及有天下雜誌給的那個天下出版雜誌給的獎狀 所以小朋友閱讀的風氣非常的盛 那小朋友都喜歡閱讀 陳如校長說的賭南國家小朋友真的好幸福 因為學校長期推廣閱讀 這台行動數位車將在學校停留約十天的時間 讓每位孩子能沉浸在黃金屋中 其中電腦裡的有聲書對低年級小朋友尤其是有幫助 因為不用看拼音就能享受聽故事的樂趣 記者鄭均勻才能報導